在广州的华为专门店 这个星期出现人龙 他们都是预订了华为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比较关注的是它的上网速度 和它整个操作系统的体验性 我觉得是会引领我们整个手机行业的一个科技的进步 我有测过的其实速度是真的很快 主力在测影像会多一些 我现在测到就是视频真的很强 有内地手机迷测算 这部名为Mate60P的智能手机 网速达到5G标准 华为没有透露是用了什么技术去提升网速 央视引用了一些手机专家分析 说相信它是用了由中芯国际研制的麒麟9000S晶片 央视之后再联络加拿大一家著名的科技研究公司 他们都认为手机是采用了麒麟9000S7纳米晶片 2019年开始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包括华为和中芯国际 施加多种贸易限制 华为已经有一段时间 未能引入美国的5G晶片和相关技术 据报有荷兰晶片龙头企业 也都被华府游说 停止对中国出口生产高端晶片的新技术光刻机 华为的这款新手机就令到一些西方科技专家跌眼镜 我们终于解决了5G智能手机的先进5G芯片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现在比如说即将发布的苹果15 它实际已经用到4纳米的芯片了 在5G智能手机领域 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 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我们突破了 但是它还有很一定的差距 它说2至2.5个折点 意味和最先进的芯片技术 仍然有3至5年的差距 不过它相信中国速度往往能够完成超越 又说除了芯片 这款手机也都实现支援卫星通话功能 认为华为在天线和耗能技术方面 都取得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美国共和党议员就认为 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 华为很可能没有办法生产晶片 质疑中芯国际违反制裁措施 要求美国商务部停止向华为 和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 在北京 商务部早前批评美方 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持续加强对华半导体打压压制 是对全球自由贸易的破坏 是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无视 指美国的打压终将反势自身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我其实觉得对香港来说不是一件好消息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看 有两个点 第一要斟着的 你这个晶片也好 你或者芯片也好 你到底是别人 somehow smuggle了一批货给你 你用了别人的晶片 然后就令到你有5G这个 capability 还是你真真正正你们自己 华为可以突破盲腸 可以生产到这些 拉近了一个距离 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时候是十几年的技术差距 现在拉近了5年的差距 现在iPhone好像在做4米的晶片 它应该是7 我真的不懂科技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是 我只听这些资料 如果它是突破了盲腸 想自己生产这些晶片 美国和中国的距离 就拉近了5年的 如果 你不是smuggle进去 你自己突然之间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我一个很想大的 question mark 为什么呢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大家有看过 这个新闻 当时他们 提议要撥多少钱 去突破这个晶片技术的开发 但是习近平就不想 暗想停了 这个做法 原因是为什么呢 如果习近平真的低能 他也低不低能 不得了 你敢不知十亿还是一百亿 他去做这一件事的情况之下 你又多想多 真真正正的走下去做科研 你又是你败的共产党 你又左手交右手 过河又要濕脚 你又濕点 我又濕点 你又撥了钱 可能就是百分之十 你就去做科研 你后天也搞不定 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新闻 就是exactly 那个撥款 我不够晶片 我记不得了 但我就是知道 当时 他们原本有搞一个撥款 是要研发基金 用来做这个晶片的突破 但是后来 老闹停了 不想再搞 因为 不想知道他没有钱 还是他支撥这些钱出来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赌钱下海的 跟在香港搞夜经济是一样的 OK 好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既然也不够这样的技术 你真的要靠别人去进来 你进来之后 你还要有工厂 你让别人可以生产到这个东西 就似乎没有任何的消息 你在大陆里面 除非你躲在地底里做的 你突然之间突破盲腸 就是做到这样的东西 没有这些线布 我自己相信 是smuggling进去的机会会多 又或者 就是你耗大起工 就是你的比亚迪 或者你行持电动车 一两件你就做到 就是大货你就交不到 那一只 我自己觉得 这是要有待观察的 我个人偏向相信 就算是有的 都是smuggle进去的 可能不知道哪里 拿了一批货进来 然后当是自己生产的晶片 这样去做 但是 你这些 用来去贵赂那些商家 骗荷兰奴 是不是 台湾就一定未必给他 但是可能很难说 你怎么知道 台湾也可能真的有很多 陷家产卖台拆 会这样去做也没受到 就算是在美国 是不是 今天加拿大只踢爆了 是有些陷家产的之前的加拿大机师 跑到大陆去训练 大陆的飞机师 一样是有卖家产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怀疑 他应该是 别人smuggle进去的 所以我不觉得 是他们自己可以研发到的 但是问题 我个人认为 你smuggle进去 做到的市场可以炒到很贵的 做一个旺盛出来 但是到最后 美国佬 他自己会觉得没人的 他自己就会 在这一方面里面 再拿着 再辣 一点 一定 确定 你要制裁到你死为止 是不让你 有好处的 而去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分分钟我们香港 都会 可以确定 因为他确定 所有进入大陆 这些渠道 他要封杀的 那你想一下 我们香港 是不是在经我们香港进去呢 那大家自己想一下 是吧 香港的白手套角色 是吧 以前就是 美国佬 英国佬 德国 德国 邀你去 但是现在大家 劍拔老张 是否 硬了太太 你和我都不认识的时候 会不会再给你们是这样的呢 那我自己觉得呢 是很明显的 应该是smuggle进去的事 来的 不是自己开发的 我个人的这个推断 和这个的估计 是吧 就算是 被你偷了那些技术 你要这么短时间 自己可以开发到 研制到 伸展到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那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分分钟 是买进去 或者smuggle进去 收买一些的商家 而某一些的商家 是不怕死 不怕被美国制裁 为了要赚钱 而做这一样的事情 而跟着 美国一直有retaliation 就会有报复的行动 而报复的行动的时候 分分钟 我们香港就 都会被美国人 打进去 制裁 管制 严格监控的这些地方里面 我们就会 一定会 香港都会变 避冷了会测湿 所以 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最好就不要够用 是吧 情愿 是用三宿 是吧 用LG 是吧 用这个iPhone 你老母 为什么会用这个 华为呢 不算是病 很差的 很差的 我都不算欠了那些 两千元 买一部iPhone 是吧 是不是这么说 我觉得 你看了下去 你真是call out 你突然之间 明明禁了你 你没有这一件事 不想让你搞 你突然之间 你脑子还要骚出来 你先谈谈了 是吧 你现在摆得明明 就是对着干 我有啊 你吹我脑子吗 你咬我奔舟吃吗 是吧 这样的情况 是吧 那你真是美国佬的 这条戏怎么难搞 美国佬 你都要面子的 你突破了我的制裁 就是当我说的 不算是数 你当我不算是数 的时候 美国佬有多少 可 是会脑子 让你脑子 脑子 是吧 是吧 谁跟他对抗过 那些什么东西 卡达菲啊 是吧 是吧 高米黎啊 是吧 是吧 一个二个的坏人 是吧 到最后的收场会 是怎样的 不会放过你的 美国佬 是吧 那就算了 是吧 是吧 你总有人会支持 总有人会 不会想到这一件事 觉得祖国好想伟大 祖国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但是你不想是make sense 的 你来 无论来头 突然之间 习近平切了分 不论给你研究晶片 你怎么去脑子 一年都不论 你会有这么高档的东西 出来 你怎么可以生产出来 是吧 所以我相信 应该就有些人 就是supply 这些这样的脑子 脑子的chips 给他 让他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而并不论是 中国在技术上突破了 但是你真的 这些就真的很小学生 就是你真是 脑子 正正经经自己做人物 是要smuggle 但是你这样的chips 发动全身 你引到之后 那些连锁反应 我们香港 一分钟都走不了 是吧 那么 老科 时间是应该制裁之前 大陆大量 买那粒晶片 不出奇 是吧 可能是一早已经入货了 也未定 我相信会是的 我不相信是他的技术 他应该有弱货 应该有一些无量商人 是吧 不能计较 正义 道德 一两样给货 让他有存货 或者之前入货了 而并不计是 中国的晶片技术突破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OK 那么总之 对抗中国 就是一元都不能给中国用 罢了中国货 任何Made in China的 就不能要 是吧 有任何大陆演员看的 荷里活电戏 完全不能看 好像那个Mac 2 有看都不能看 有吴京 立刻不能看 是吧 有什么东西 冰冰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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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够看 是吧 有大陆资金的电戏 我都不能知道 总之一见到大陆影声 我就不能看 拍给大陆人看 你又不能看 是吧 总之 千万不要 你什么支持 令大陆人赚到钱 令中共 你什么法兰都为 是吧 从自己做起 不要上大陆去 你都没有打斜骨 是吧 最多打飞机 是吧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做法 Cecilia 说什么 整天早上都没有指示 市民今天还要不要上班 自己 自己执生 是吧 就是说真的 命在你身上 一天半天 如果老板也能炒你 说真的 你这间公司 是否值得继续去做呢 是吧 你自己去想想 你自己的工种 你是不是一个医生 你是不是一个急症室的 一个注診医生 或者是你很重要的 飞机控制塔 如果是普通的文职 又或者一些很简单的工种 是吧 没有你半天 你自己能想到 是吧 其实你自己也能想到 就算我现在给你回去 你已经10点了 就算你落了 你两点钟前 要回去 你做到两三个小时的事情 跟着就扔你老板 又要下班 又要塞几个小时 回去 扔你老板新界 你想想对不对 是吧 所以 不扔值得 所以 还有你也无论 令到外面的使用 交通 完全受到一些 没有不必要的压力 对不对 我觉得自己休息一下 打电话回去 老板不想 没什么搞 我家里水浸了 我小孩没得上班 没得上学 没人看 我家里看着他 就带着席 一个好的老板 今天就要大家 全部都 working from home 讲完 OK 今天就这么多了 星期六 应该是你们星期日的时间 星期日的时间 每天早上的六点钟 或者是七点钟左右 我们就会继续 约了Dick Cho和Honaka Honaka Honaka就是去单摊的日本节 就是继续 星期日的早上的六点钟 香港时间 温哥华的时间 星期六的周五三点多钟 我们就继续 到时见 OK 到时见 各位女友记 OK 那么 星期一 我就在想 会不会 退到晚上 做和理live 等我的消息 等我的通知 OK 一于这么说 星期六的 温哥华时间的 中午三点多 大家就可能 看到我六街 香港时间的 星期日的早上的 六点至七点左右 看不及的 起不及新的 大家可以重温 我会再通知大家 会不会 星期一有morning glory 还是下个星期 就可能总理和 韦哥他们继续 等他们继续 我就变成可以 星期一 我就会和理live 等我们再在 facebook里面通知大家 今天就这么多 OK 拜拜 Have a good weekend 大家收拾 让东西顺利 和小心 用common sense 做人 考虑人生的 个人安全 总之做任何事之前 吃下脑 用脑想想 让你万事万灵 没问题 实食没痴 今天就这么多 拜拜 各位MIHK的观众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岳鱼潭只会上传到 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 不少于十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鱼潭 可以去下列 mihk.tv的网站付费 以及到patreon 注册会员 查询电话 3955-8673 whatsapp 9810-8874